第二的式體,假物體在2.5秒的順時加速度為多少公尺每秒每秒 那麼這個我們從圖上看出來,這是一條直線 VT圖的直線代表加速度 只有一條直線,所以就表示只有一個加速度 因此我們的順時速度都等於我們的平均速度 所以我們可以用平均速度來算 平均速度就是我花多少時間有多大的速度改變 我0秒的時候速度是25 我4秒的時候速度是5 所以就會變成-20除以4就是-5 所以我們答案算出來加速度的大小是-5 因此第二的式體問我們說 假物體在2.5秒的順時加速度為多少公尺每秒每秒 我們答案選的是-5 我們再次的那些總網站 可能會有個小的小的速度 有也有夠大小的陳述 在那边做一個小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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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小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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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